我愛你, 愛你 我愛你, 愛你 我愛你, 愛你 又到了健康身角度的時間 小朋友想擁有健康的身體 就要做多點運動 我們今天會介紹一項很特別的活動 就是冰球 冰球這種活動很像很刺激 對嗎?小朋友玩過 當然對 不如請楓sir, Ring和Bob來講解冰球這種運動 有請三位 歡迎 你好… 歡迎 首先問問我身邊的楓sir 楓sir其實小朋友幾歲開始 適合玩冰球 大概三至四歲 基本上在落地上走路的時候 去穩陣其實已經可以落到冰 這兩位哥哥穿著的裝備很有趣 很漂亮 是 對, 我們長途中 從頭到腳架一次 有基本的頭盔 保護頭, 面罩 這個面罩是十八歲以下的小朋友 或者女士需要戴著的 對 然後護甲, 護罩 手套 一個Pocky的冰球褲 一部護膚 最基本是溜冰鞋 還有一支冰球用的棍 還有一個在冰面上用的球 最重要的是你說 是 但整副裝備會不會很重? 不會, 因為小朋友的裝備比較輕 不會太重 不過我看穿的裝備比較多 其實要穿上全身的裝備 要花多少時間? 大約五至十分鐘左右 才可以完全穿上全裝備 我知道上個月在香港 舉辦了一個大型的冰球比賽 你們也有份參加 但很想知道你們玩了冰球多久? 我大約玩了四年 我玩了大約五年 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 玩冰球這項活動? 因為我覺得整個比賽都非常刺激 而且入球的時候 那種成功和刺激的會很開心 我覺得冰球是一個又緊張又刺激 還有很有挑戰性的運動 我可以在冰面上很高速地滑走 這種速度的感覺其他運動是沒有的 而且打球最重要的是要有準確性 我們要在很短的時間內 又要去瞄準龍門射一個球 是有很高難度的 所以每次我吃一球球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有成功感 那冰球比賽的玩法和規則是怎樣的? 冰球的規則基本上是在流冰面場上比賽 比賽的冰面的人數 大概是六個人對六個人 為什麼呢? 龍門員, 兩個後衛 一個中鋒, 兩個前鋒 但是我們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會不停地換人 令到比賽的速度 是保持一個很快的速度去比賽 就不會停下來的時間 很刺激 是不是因為體力比較消耗得快 所以要換人? 對… 原來是這樣的 今天真的很感謝楓Sir、Bob和Rain 來跟我們介紹這個冰球活動 聽你們說完之後 令我們對這個認識更深 謝謝… 謝謝三位 謝謝 謝謝